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洲中世纪前史的第37集 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 那么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轰轰烈烈的历史上有名的 十次大型的十字军东征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欧洲社会的一个真正的发展前例 是有关于它经济的恢复 那么既然有恢复呢 那就有它衰弱的一个情况 那么欧洲经济的衰弱是 在公元二到五世纪 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由于五贤帝之后 就是哈德良 图拉针 这个安东尼和马可二流流之后的 这个二世纪到五世纪 这个两三百年 罗马社会始终处于战乱 和野蛮人的这个进攻防御之中 所以整个社会破坏的非常严重 整个商业和经济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战乱 所以呢 在中世纪的前七百年 我指的是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 那么这个七百年 基本上欧洲就没有什么大型的这个生产 它的基本的状况 它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农产品的需求 而且欧洲处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区 它的热量也不够 不如这个处于中低位的穆斯林世界的这个生产量 而且穆斯林掌握的是富饶的小亚和两核 所以呢 这个农产品都需要从这个外地进口 而且在这个拜占庭失去埃及和小亚之后 那么欧洲的经济就更差 真正使欧洲的经济产生转机的跟两个事件有关 那么第一个事件呢 是 维京人 那维京人他主要是海盗 那海盗他具有一个这个自由贸易的传统 我们知道维京世界的产生和发展 跟他们贩卖人口有关 他们贩卖的人就是斯拉夫人 奴隶嘛 后来维京人也成为斯拉夫人最早的一个王朝的开辟者 这个是另外一个张杰仲谈到过 那么到了这个七世纪之后 维京人开始不停的骚扰欧洲的沿海 让这些地区苦于奔命 处于防御阶段 但是维京人也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他们的流动范围是非常大的 他们可以接触到这个阿拉伯人 可以接触到戴戴京人 那他们就把各地的商业贸易的纽带给引接起来 他们主要是海上的贸易 他们和穆斯林商人能够融洽到 能够交接到 我们别忘了当时世界的贸易是掌握在穆斯林商人手上的 阿拉伯商人从中国一直到 北欧这样就有了一个全世界的商业榴弹 有一个全世界的 中国人说是私收支出 其实这个世界贸易跟私收支出没什么关系 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大 那么所以呢 从斯堪德拉伯亚到败战亭 再到巴格达 再到长安 这四个城市是构成了当时世界的商业榴弹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败战亭和巴格达 最富裕的两国家也是这两国家 很遗憾的是呢 到了11世纪之后 维京人皈依了基督教 但他们的商业传统却留了下来 不久之后呢 意大利商人就崛起了 那么意大利商人的崛起 我们要谈几个城市 比如佛罗伦萨 比如热兰亚 比如独立国家 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商业城市 威尼斯 他们的崛起跟十字军东征有关 而是十字军东征带来了 他们的一个商业贸易的崛起 尤其像热兰亚和威尼斯这样地中海城市 因为十字军东征需要 运兵需要同地中海中转 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军舰 这些军舰在十字军东征之后 就没有用处了 对啊 军舰要往打仗呢 但是威尼斯三人很聪明 很精明 他们怎么处理 我们把军舰改造一下 是吧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强弓炮路 把它去掉 我们把它改成货舱 我们把它用来干什么 远洋贸易 所以威尼斯三人就借这个东风啊 就崛起了 同时 他们在败弹庭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 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国家 在十三世纪就变成了维尼斯了 欧洲最富裕 那么同时呢 这个阿拉伯人也倒霉啊 他们在十三世纪之后 他们遇到一个新的情况 什么情况 我们别忘了 远东出现了一个非常彪悍的游牧民族 这个游牧民族是什么 朋友们想知道了吧 是什么 十三世纪 蒙古人崛起了 蒙古铁骑 曾经斯汗铁木针 哥雷 梅哥啊 说错了 拖雷 梅哥 一路向西推进 把阿拉伯人 把穆斯林帝国打得落花流水 把当时的商业中心城市巴格达给图成了 你说这个对阿拉伯商人的损失有多大了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阿拉伯商人的贸易线路 经营了一千年的贸易线路 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怎么样 衰退了 取决于他们 取代他们的是 意大利的各个邦国的地中海贸易航线 正因为这个邦国的地中海贸易航线的兴起 威尼斯和勒莱亚和拉布勒斯和 这个 这个西西尼的这些城市国家 组织了大量的海军 把海盗和穆斯林商人全部赶出了这个地中海 我们要不要忘了 当时的这个海盗其实就是穆斯林 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 他们那个国家被蒙古人灭了之后 他们从正当的商人就变成海盗了 这个海盗和早期的自由商人是不分的 英国西班牙都干过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所以整个北意大利就成为 整个正在复兴的地中海商人贸易的中心城市 中心地区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成为一个生产基地 光有中心地区 毕竟阿斯兰基就是今天的弗兰德斯 那么弗兰德斯在哪里呢 就是在比利时荷兰地区国家 他们成为什么 毛纺织业 成为手工纺织业 这样一个生产中心 北欧的奴隶 北欧的鱼土特产 和这个西欧的毛纺织业 包括南欧的这些葡萄酒 橄榄 共同构成的西欧的商品出口 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 池云东征以后 把穆斯林力量基本上赶出了欧洲 欧洲进入了一个长达三四百年的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 下一次战争要等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 这已经是神圣罗马帝国解体的战争 那么整个一个庞大的地中海贸易航线 从阿拉伯人手中交给了意大利人 成为威尼斯商人掌握的一个天下 威尼斯商人和维京人 共同构成了这个商业网络的西半支 那东半支呢 阿拉伯人被打了 东半支呢 东半支变成元朝之后的海外贸易 我们别说他是中国人的贸易 元他的海外贸易是非常发达的 我们知道元清花时期海运出口到非洲 出口到欧洲 出口到世界各地 当时的世界各地 没有新大陆 这个是跟整个一个国际局势力量的此消彼长 是有关系的 我再说一下 一个是维京人的皈依基督教 还有呢 慈尽东征导致意大利 各商业城市的崛起 还有呢 阿拉伯商人的开辟好的路线被突然的给蒙古人灭了 阿拉伯人是实际上很倒霉 他们突然被蒙古 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 就一下子被蒙古骑兵 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你想想看呢 是吧 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是最大的最强盛的 结果被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留下了那个商业贸易的真空 东半部被蒙古后面的 是吧 就是这个元朝的海运代替了 而西半支就被维京人和威尼斯商人们取代了 这样整个西欧的贸易网络全部掌握在基督教社会的手中 后来再来产生的政治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十二世纪 十一世纪的这个英国 英国呢 主要是生产地区 他们主要出产什么 英国是什么 畜牧业 主要是那羊毛 像荷兰 比利时 法国北部 都是生产羊毛 这样的土特产 这样一个分布 而西班牙 法国南部 葡萄酒橄榄 希腊半岛 葡萄酒橄榄 那么意大利也是葡萄酒橄榄 小麦 这些农产品 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种植园 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封建庄园 当时在法国的流行的这个封建制度 导致了经济发展 它经济发展会带来一个政治结构的调整 什么 它的封建关系就要发生变化了 所以到了13世纪之后 法国原有的在法兰克王国继承下来的这种封建领主制度也开始出现了动摇 而这种动摇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商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 这种动摇使法国从一个封建分散的封建分封制国家 封建契约制国家变成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到后来我们知道到路易十三的时候 他自称是路易十四 他自称是太阳王 那么 有一句名话就政绩国家 这个时候法国就完全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法国有一个香槟伯爵 知道吧 我曾经提过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香槟伯爵是当时法国最大的领主 他的领主不但他的骑兵有200计 而且他具有很高的这个经济和财产地位 把法王都给架空了 卡佩王朝不过是法兰西公爵 香槟伯爵的力量比 法兰西公爵的力量还要强大 为什么香槟伯爵这么有名 因为法国有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叫香槟市集 它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 法国的香槟市集 把全世界各地的商品都在这里汇聚 那么他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国 不是一个广交会吗 他每年都有一次的这个大型的市集 全世界各地的商人参加这个市集 然后签订买卖契约关系 我们先签合同 是吧 先交押金 然后我把货运到你来付予款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商业契约型社会 而这个商业契约型社会 比较重要的是他要取代原有的那种 日耳曼习惯法的那种 效忠和忠诚和封城封主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 原来那种契约关系是在建立在这种龙奴土地 所有制的基础上 而这个时候的契约关系 我们发现他发生了一个变化 他的变化是产生于商业契约关系 他必然会导致除了封建主 除了龙奴之外 还会产生另外一个阶级 大家也许会想到了 那就产生商人阶级 商人阶级说起来好像很难听 在中国文化里商人 孔子给他下的 孔秋给他下的定义不好 是吧 这个商人是小人 为利是徒 是吧 重商亲友 重利亲友 其实不是这样 而在西欧社会 由于形成了新的商人阶级 他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什么 朋友们想到了吧 逐渐演变成公民 演变成市民阶级 所以当商业城市兴起之后 在13世纪的欧洲 有很多的自由邦 自由城市 这些自由邦 自由城市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力 形成了新的市民阶级 形成了公民 形成了新贵族 这些新贵族 要求在原有的 封业契约关系上 寻求自己的话语权 这必难会导致 我们下一个问题 各位可以想到 我们是什么问题 这样必难会导致 他们要求自己 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 从原有的权力 垄断在教会和贵族手中 我们市民阶层 我们商人阶层 需要也有话语权 在纳粹上 在城市建设上 在军事问题上 我们商人也要有自己的代表 要有我们自己的发言权 像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 他是一个自由邦国家 他不听罗马教皇的 他比罗马教皇还要有钱 是吧 所以他有很多时候 他花钱挑动神圣罗马帝国 和罗马教廷之间的战争 他从中愚温得利 最著名的一次是 威尼斯斯上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怂恿西欧的骑士们去打败战亭 本来十字军的目标是 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是 帮助败战亭打土耳其人 结果威尼斯斯上人花钱 把这些骑士们的指挥杆给买通了 他们跑过去把败战亭给灭了 是吧 阿拉伯伦没打 把自己的兄弟给打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历史笑话 我们可想而知 当时的商人阶级的力量得有多强 正是因为这样 近代欧洲的市民阶级 公民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没有这个公民社会 我们想要实现现代的民主制度 现代的议会制度 我觉得是空中楼阁 我们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 是给中国的历史找出路 这个过程我们中国一直没有实现 包括现在的中国的商人阶级 它始终是权贵的白手套 我这个板子还是要打在文化上面 中国的一切不破 卢教的孔家的这个伦理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很难实现的 好的 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我是潘若 欢迎订阅国庇工作室 再见